很多年以前 当我读到金字塔原理这本书的时候 我感觉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我是一个崇尚方法论的人 在我看来金字塔原理是最伟大的商业方法论 麦肯锡一直主张以最快捷的方式 最少的时间和资源来解决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 当你第一次接触到金字塔原理的时候 或许你并不会认为它是有什么特别之粗 但是在你的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 遇到棘手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些方法去找到答案 找到解决的办法 在这节课里面我就会来讲一讲 学习金字塔原理可以为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1973年麦肯锡的咨询顾问巴巴拉·明托 说到了金字塔结构的启发 第一次提出了金字塔原理 这是一种呈现逻辑思维与表达的原理 能够帮助人们更好的理清思维和表达的逻辑 找到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人类发展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我们对金字塔结构情有独钟 这本书里面认为 这主要源于人老对于金字塔结构的依赖 第一根据人老的信息输出和输入机制 对人老的训练 人老仅仅可以计七个以内的同类思想和概念 厉害的人可以计住九个 但正常人只能计住四到五个 最差的就只能计住三个 而我应该就是属于三个的那个人 第二点经过百万年的进化 人老具备了找出逻辑关系的本能 本能的东西很难理解 它是一种生产于人体之类的基因反馈 而不是意识反馈 为了阐明金字塔原理 巴巴拉明托拉写了一本书 就叫金字塔原理 于是它成为了麦根锡顾问的标准课程 现在世界五百强当中 很难找到一家没有培训过金字塔原理的企业 很多大型企业的高层决策层董事会 都是通过金字塔原理进行决策的 著名作家冯唐 冯唐老师我们之前也合作过他的一本书 就是《在宇宙中不易被风吹散》 是我去年在摩帖图书的时候 帮他出版的这本书 冯唐老师进入麦肯锡公司的时候 受过一个训练便是金字塔法则 通过多年的实践检验 冯唐感觉这是他人生之中 诸多训练当中最宝贵最有用的东西 金字塔原理读起来了相当啰嗦和晦涩 其实金字塔原理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 怎么说呢 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归纳出一个中心论点 为了支持中心论点 你需要提供三到七个论据 最好是三条 对于金字塔每一层的支持论据 必须遵循彼此相互独立 但是不重叠 合在一起呢 又完全能够穷尽不遗漏 不遗漏才能不务视 不重叠才能够不做无用功嘛 所以呢需要注意的是 在给出核心论点的时候 一定要把结论放在前面 这个呢就被称之为结论先行 比如理想表达 小米手机是性价比最高的手机 你不能把手机零件成本一一列出来 然后呢再对下面其他同配置的手机的价格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你需要一开始就抛出个观点 因为大家都太忙了 没有时间听你慢慢的归纳 所以呢你要先给出一个观点 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然后再分别的阐述 比如说理想做一个PPT 主题是先把结论写出来 比如说竞争激烈的时代 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标准 第二为什么呢 知识的论据如下 A 一流企业卖标准 二流企业卖品牌 三流就是卖产品 这句话基本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论据A 论据B 然后世界500强 基本都有自己的标准 以此呢 来获取竞争优势 比如GE和IBM 高通 每年通过专利费 就可以获取不菲的利润 第三 不但是世界500强 一些国内企业 也有自己的标准 比如华为 那么第三点 我们应该怎么去建立自己的标准 你就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思路了 自此呢 这个论序的完成了 就结束了 是这样一个结构 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其实我思维的经济的整个节目 也是按照这样一个结构来的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很多咨询公司的项目汇报PPT 都是运用金字塔原理的最佳范例 你可以在百度上搜索麦肯锡的咨询报告 来学习这种方法和技巧 那么金字塔原理有什么用 我们这里来跟大家说一说 第一就是解决问题 当你尝试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从下到上收集论据归纳出中心思想 从来建造成坚实的金字塔 有了这个大致的目标 解决问题就最有效了 那么第二点就是管理下属 如果你是领导 针对某个问题 你可以根据经验提出假设 迅速的列出支持论据 然后分别交给不同的下属 两周以后 你的首相提交了报告 你汇总的排列 突然建造成坚实的金字塔 有了这个原则 管理起来就更加的有效率 领导也能够当得更加的轻松 第三点就向领导汇报 老板总是很忙的 如果你给出的时间只有三分钟 那么你只需要汇报中心论点 和一级论据就可以 领导明白了 事情就办成了 有了这个原则 交流起来也就更加的有效 金字塔原理的精髓 是一种思维方式 帮助人们将混乱的思路 按照逻辑整理清晰 逻辑也就是思考的轨迹 是作为一个职业人 必不可少的生存技巧 在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久仰麦肯锡大名 我曾经花费了一番心力 来研读麦肯锡相关的图书 却还是一头的雾水 不得要理 觉得这个东西 跟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书上的东西 都没什么区别 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经过职场的一个历练 我才逐渐体会出逻辑的重要性 慢慢地尝试着按照书里面的教导 用逻辑的方法去整理思路 就开始尝到了甜头 再后来我看了金字塔原理 发现这是一本很好的指导人 如何去思考 并且去表达的这样一本训练的手册 那么思维的技巧 在这本书里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现在我才明白 一旦你熟练运用了金字塔原理 它就会渗透到我们的工作 来自日常生活当中 这除了它也许仅仅是 帮助我们思考的工具 慢慢地它就会成为我们思考的本能 成为藏在大脑中中的一种习惯 在职场当中 摸爬滚打了十多年 我感觉不能准确表达 自己的思想的人是没有前途的 虽然我过去到现在 经常也会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 因为工作效率 往往取决于我们的交流能力 有再好的头脑 不能够表达思想 也将是一事无成的 PPT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有不少创业者就凭借着出色的PPT 拉到了风头 有些公司依靠PPT和发布会 吸引了不少的支持者 所以只要我们照着金字塔原理 去表达和思考 我们就能够提升自己的职业竞争力 那么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怎样去利用好金字塔原理呢 第一点就是要灵活运用逻辑工具 为了让金字塔原理更严谨有效 你必须掌握三个逻辑工具 演绎 归纳和前沿结构 例如大前提是 人都会死 小前提是 苏格拉底是人 那么可以得出结论 苏格拉底会死 归纳是将若干相似的这样一些现象 汇总得出结论 例如部门里面有三个人 小红四月份考庆正常 小明四月份考庆正常 小金考庆四月份也是正常 那么可以得出结论 部门四月份全情 那么前沿结构 就是按照情景冲突疑问的模式 三者按顺序来说出来 有时候还会引出回答 很多的序言都用这种写法 所以书里面把它叫做前沿结构 这种写法 写文章和叙事的时候 也常常被用到 比如说可以先设置一个场景 眼看就要提交报告了 你的工作却没有完成 这就叫做冲突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有拖延症 这部分是疑问 那么如何对付拖延症呢 书里面有答案 这就是回答 第二点就是确定逻辑顺序 建立起大宽教后 我们有必要对具体的逻辑顺序做梳理 在处理逻辑顺序的时候 主要有四种方式 第一种就是演绎顺序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提到的 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 第二个就是时间顺序 就基于时间线 事物会有第一第二第三的线性推进 它们之间会存在因果关系 第三点就是结构顺序 本着相互独立 完全穷尽的原则和对事物进行排序 要么并练 要么总分总 这个取决于实际情况 第四点就是重要性顺序 在普通的情景当中 每个事物的重要程度就不一样 有最重要 次重要 一般重要的分别 当你明确了逻辑顺序 你就只需要往里面填充材料就可以了 这就回到我们说的第三点 表达的时候 少用文字 多用动作和表情 多用图片和视频 在一万年以前 人类在认知上发生了一个伟大的革命 从语言表达进化到了文字表达 但是随着图片视频等新媒体的新载体的出现 我们就越来越享受到了视觉上的输入与输出 反而在文字上的表达上显得干憋和笨挫 哈佛大学有一项研究发现 如果一个人在交流的过程中 注意控制谈话对象的视线 那么他的成功交往 并且让别人记住他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这项研究强调了视觉器官的重要性 在人类接受的所有信息中 有65%以上是通过视觉器官获得的 那么就像我们现在做这堂课程 用音频节目的方式来沟通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我55%的身体语言就没法运用了 这也是音频节目本身的局限 我们听的方便和便利性 来牺牲了身体语言的功能性 好了我们说第四点 就是找到事情的关键 我越来越觉得 越是厉害的人 越是能够解明扼要的 就一件复杂的事情说清楚 在解决事情之前 我们都可以先在头脑当中 构架一个金字塔结构 然后将要思考的内容 要传递的信息 以及要解决的问题 全部放入到金字塔里面 将笼统的概念具体化 复杂的信息抽象化 梳理清楚大量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 这非常重要 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掌握信息的重点 抓住问题的关键 所以很多时候写文章之前 先思考结构 而不是 就去写出来 好了第五点 就是尽量简洁 少计时多 做过PPT的人都知道 PPT越短越难写 如果你能够在10页以内 把PPT结束掉 把一家公司上百亿的信息说清楚 那是一件很建功底的事情 假设坚实的金字塔已经建成了 需要交流的时候 应该从上到下 从金字塔的顶部 开始向领导回报 毕竟大人物的事件总是有限的 好了第六点 就是从问题当中去寻找答案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运用金字塔原理来建立问题 从问题当中去寻找答案 这里面提供几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 是否可能有问题或者机会 第二个问题是 为什么有问题 第三个是问题在哪里 第四点就是我能做什么 第五点是我应该做什么 前面两个问题是为了建立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为了寻找问题的原因 后面两个问题是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 而前面两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文章的序言 后面三个问题 就是金字塔当中的思想观点 论点和看法 我们要聚焦在 你能做或者应该做什么上 但是往往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朋友为什么浅尝则子 就是发现的问题 没有问为什么 问了个为什么 也没有问问题在哪里 问的问题在哪里呢 最后两点 我能做什么 我应该怎么做 就没有去思考了 所以就无法使自己进一步的提升 好了 最后一点 就通过电梯测试来进行日常训练 为了训练员工的逻辑和表达能力 麦康熙有一个著名的电梯测试 也就是说在30秒钟以内 快速的组织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是麦康熙员工的基本功 因为他们经常要在电梯里面 快速的向客户高层完成汇报 准确的表达自己的咨询结论 电梯测试的好处在于 它能够大大提高语言表达的效率 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表达者首先要对自己头脑中的内容完全的理解 将他们分出层次 明确知道哪些是重要的 哪些是不重要的 哪些是主要的 哪些是次要的 然后根据重要性将他们排序分类 最后提炼出最精华的内容 比如在看新闻的时候 对新闻进行分析和概括 然后转述给其他人 看对方是否能够通过自己的转述明白 新闻要表达的主要思想 比如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尽量让自己少说 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想要克服的就是 有时候很容易啰嗦 说了多 所以也要进行这方面的去练习 更精练的表达 相信在进行多次的训练之后 我和大家一起努力 这是我的一个缺点 我们一起让自己的思维进一步的提高 让自己的表达更加的准确